聽說有魚眼石 那麼白晶族的晶在哪裏 正所謂七輪一通 全身就輕鬆 如果身體七個燈都亮回 我們的運氣和健康運程都會回來了 今年的七輪班又來了 要報名快手 請大家看看兩塊有甚麼分別 沒錯 這是白晶族 這是魚眼石 大家要留意 通常新手買水晶都會買一個軸用來充電 如果用這個軸充電 我跟大家說是不合理的 我之前也有說過 它是一枝枝向上發射很美 而且是比較通透性的 它的能量可以被激活 令到水晶手鏈有光澤有生氣 魚眼石是比較沒有那麼清透 還有魚眼的原因是每一粒上面都像魚眼 但它比較粗一點 沒有那麼通透 我新手買水晶之後放在魚眼軸充電 能量是非常弱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分別是在這裏 你的充電是無必要買一些 又又尖尖比較通透的白晶組 才可以幫到水晶手鏈 得到這個充電淨化的功能 大家要知道